這裏是不是巴士廠來的? 我們是精靈巴士工作室 讓我帶你去看我們的工作室 好,GO! 可能對大家來說 退役巴士零件已經沒有任何價值 但對00後的盧柏熙、阿青 和90號的Jack來講 就是一個巴士迷的寶藏 他們三個在巴士迷討論區的認識後 一拍即合 大家一起聊巴士經 兼遊走香港所有巴士出沒的路線 互相幫大家拍照 之後更加成立了工作室 將退役的巴士零件 改裝成電路椅子和家品 人氣我取 賦予退役組件第二身名 在合法方車場買回來的 看看有什麼零件 零件適合 零件適合 然後拆下來 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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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完錢 之後就車回來 改裝 買定了一些工具 那些東西回來 改裝 砌一張巴士椅子 尤其是在退役巴士 你不是每張都很漂亮 一個巴士 可能只有三四張 是很漂亮的椅子 可能砌的時候 工具很複雜 要用到很多工具 都要很多時間去砌一張椅子 盧柏希表示 改裝一張巴士椅子 快的話 45分鐘就完成了 如果有阻礙的話 慢則需要兩至三個小時 當初三人 只是為了興趣 張製作品房 在專業上面和巴士迷分享 但到現在已經買出了 過百張巴士椅子 暫時最好買就是 這張關外座椅子 但原來不是所有巴士零件 都可以買到 以及適合改裝 有些前箱 百度通機 那些不會在湯尼廠看到 除了巴士椅子之外 其他的零件 都有不少客人購買 例如巴士登箱 當然有的 不過很多人買 不過一來可以用來買 二來自己喜歡這些 用來收藏也好 我們專門作為 組裝椅子 客人拿一些椅子來改裝 所以我們專門是買椅子 而其他的巴士零件 當作是部件買的 有些人可能說 門中要駁電 幫他駁電 給牌箱燈 他可能要求巴士用的電 就24W 有些客人就 想裝一輛私家車 用來裝在私家車上亮燈 當初我貼出來 原來是為了清貨的 客人多了 有剩餘 我剩下不多 可能十多張 不多 那情況下 接著要貼上去 看看有沒有人買 這就這麼大回想 由興趣發展成一門事業 雖然各自都要兼顧自己的工作 和學業 但亂中有序 每人都負責一個範疇 盧柏希 就負責改裝我的工作 阿Jack就變身做專業的小編 而阿青就專責對客跟單 各有自己的崗位 他們最大的滿足感 不是來自今次 而是客人的稱讚 其實我就覺得 見到別人買了之後 那種滿足感 和問回客人之後 他跟我說 我們做得很漂亮 做得很好坐 我們都很開心 他們希望疫情過後 可以出走香港 看看外國的巴士 或者購買當地的巴士零件 進行改裝 看看我們可以找到其他款椅子 希望可以給大家多些選擇 可能去外國找一找的零件 看看有沒有能買 看看外國的椅子 拿回來砌 雖然我的價錢可能會困難 但是想試一下 可能有些人真的喜歡 我們都不介意幫我們砌 大家看完有興趣的話 都不妨買一張巴士電腦椅子回家吧